大家好,上次和大家看过我一个朋友的豪宅,智建豪宅 今天带大家来看另外一间我们另外一位朋友所买的新屋 虽然是二手屋,但都相当不错 色雅何须大,是否这么说 我和陶夫人又去看看,带大家看看里面究竟如何 在看下去之前,麻烦大家看完广告 因为广告费对我们在现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最好subscribe,like,comment,share 按这个小铃铛,我们就感激不准 因为仍然在装修中,所以就比较乐连些 这个就是客厅,主人呢,和他的伙伴就是肯意拿汁 因为这些墙本身有少年纹 他就找师傅掃一瓶灰,然后就自己油 效果也不错 这个厅也挺大,如果你们两个人住 很大,很够用 如果给我们两个人,我都觉得可以的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是的 你看到地板,就是早两天才不铺 差不多已经完成了,现在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铺得挺漂亮的 铺得不错的,然后手工做 这里就是客厅 然后就是客厅 这个窗挺好的 这个窗就是网窃,就是刚才那条街 对 在后面看看 好啊 进到这里的厨房了 因为他这间屋,根据屋主说 这个感觉都不错的 基本上就是只要收拾干净 厨房本身就是这样的 即是那个厨柜是上一手楼 都挺漂亮的 很漂亮很漂亮 其实可以立刻照用都可以 是的,可以的 那如果就算换一个新的厨柜 都不会太过贵 是吗 因为你是两边 即是一小部分 有厨柜 就是它的空间很大 空间很大 这里可以放一张桌 或者这里附近 或者这个位置放一张桌 放一张桌 这个位置 吃早餐 还要吃饭 对 放一张桌 对 也不错 也不错 还有花园 下面有一个花园 还有一个花园 这个是一个园 这个园 这个园是石屎砌的 很稳定的 屋主就是之前找人来 换一个顶的 这个顶是流水 新的 对 新的 而且这间屋的屋 都是用师傅来维修过的 你看到外面也不错 这个位置就是铺架草 这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可以在那里喝一杯茶 吃个包 可以放一张桌 对 如果是夏天可以在那里吃早餐 可以 真的不错 接着去回来 这里就正式是后院 这里 是长形的 后院也很大 对 长形的 都很大 发挥 对 对 旁边的屋 他铺了这个decking 挺好的 因为它是平的 对 原先都有的 这些全部都是假草 假草皮 哦 反而不喜欢后院 对 这里后面是后巷 或者在保安方面 可能要做些些事 对 或者那个门 这门 我想要 看看 或者 加点灯 都可以 可以 可以 这个是后面的杂 这就是后面的杂 看回到那间屋 可以了 中间的 你看到的下面的杂 全部都换过了 修理好 校園很大發揮 很大發揮 我都很喜歡 這是最平的 待會訪問業主 看看他透露 一些詳細的資料 我們上樓上看看 上樓上看看 這是一個廁所 廁所的尺寸 一般 尺寸的尺寸 一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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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唯一擔心和建議 廁所是對著樓梯口 這裡比較短 晚上睡眠鬆 有什麼建議 我建議 這裡可以加一個欄杆 這個位置 加一點 磅一磅 有時候睡到上樓 或者喝多了 有個依靠會好些 不會直接滾下樓 這是我建議 看看房間 這個房間比較小 小房 小房 這個房間回到後樓 對 房間的尺寸 一般 單人房 是嗎 可以 如果單人房來說 就 這裡是化妝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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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可以 都夠用 這裡有個櫃 做客房 這個本身有了 這個有玻璃 有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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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玻璃 好 看看電梯 這是兩房單位 地上都鋪了 木地板 新鋪 間間房間有 有玻璃 好像房間有房間 有玻璃 摺門 這個很可愛 這個很不錯 這個很好的 好像一個 工作坊 很貴的 這裡是大街 另外還有一個房間 這裡可以做一個 空間儲物 這裡可以做一個 看到有電錶在這裡 可以做小小的 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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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些工具 對 都不太好 OK 大致上都是這樣 不錯 樓底比較矮 一點點 因為一般這樣的 排屋 這一類型 樓上都是短一點的 如果是斜的 樓底會比較矮 是矮一點的 它是這個設計 這樣 但是我覺得兩個人 這裡真是完美 夠細量 如果給我 我也喜歡 給我 以及以這個價錢 因為我知道多少錢買到 如果這樣的價錢 房間有這樣的質素 是相當理想的 因為我覺得 你不用付很多錢 去裝修 不用付很多錢 有時候買得便宜 但是要放很多錢 去製造 是 但是它這間是差不多 你只是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就可以了 那業主呢 據我所知 他就是鋪的地板 還有 你有油膏嗎 是不是自己油膏 沒有 我看到有些污漬 原先是這樣的 原先是這樣的 沒有油膏 可以再油膏 其實油膏 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因為它已經 它已經 叫做什麼 它也很好 對 那你自己油膏 沒錯 大致上 如果我給這間屋 我自己 以這個價錢 我可以給80分以上 我也可以給80分 對 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本身是找屋班 這間是 不知考慮的 簡直是可以買的 可以的 好了 找我業主來聊 那你介不介意 就是告訴我們 你這間屋 買了多少錢 這間屋 其實是買了 港幣 一百二十萬以來 就是 剛才 阿業主說 一百二十萬以下 港幣 哇 那不是很划 那你進來的時候 那個狀態 是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就是 我眼見 我們眼見 就是譬如 地板不是這樣 對嗎 地板是地毯 地毯 那你換了它 是嗎 樓上也是 全部都是地毯 全屋都是地毯 除了廚房和廁所 那你現在是全部換了地板 是的 連廁所的地磚 都變了做地板 因為地磚有少少裂 這樣 我有點介意 那你用了多少錢 連工包料 港幣 好的 兩天 兩天,那不是很多工人來做事嗎? 兩個 兩工人,做了兩天 有經驗的師傅? 我們先看完review 用兩天時間完成 沒錯 這樣 待會我有話說 另外這些場是你自己游的嗎? 第一次游的,算是這樣 其實聽到的場子是樓上不是我游的 那你之前是做的那些工作嗎? 其實它之前是場子 那些場子的圖案不是差 不過你看到它真的有那麼刺 因為它有很多瑕疵 一邊有些東西爛掉了 有一些就炒了 其實本身本來想著不換 因為要省錢 所以擦場子應該很貴 然後就想找些東西遮瑕 找些畫、照片、遮瑕 但是呢 都不行 然後就找人試一下去remove 那個場子 原來都不是很貴的 我以為要很貴 那你remove場子是否只是remove sitting room 的場子? 是的 就是remove場子 好像批賣灰 好像有些批檔做了 有些批檔 因為它剝完的場子之後 它就發現裡面的plaster 凹了 那也很嚴重 薯田做了幾塊脫掉 很大塊脫掉 那它也幫我plaster 那就是收收寶寶 收收寶寶 收收寶寶 連工包都用了多少錢? 500磅 500磅? 即是5000元港幣 5000元港幣? 這麼划算? 做了兩天多 又兩天? 兩天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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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半 那幾個人開工 知不知道? 兩天開工 又是兩個人? 即是你不會看到一個人開工 不會 都是兩個人 一定有一個幫手 待會我又有話說 好了 我看到這個廚房很漂亮 很嫩 但其實是很漂亮 很漂亮 你進來也是這樣嗎? 是嗎? 是這樣的 地板本身是新的 是的 地板本身有的 本身有嗎? 那是不錯的 所以我不是說 除了廚房之外 其他地板都可以做 哦 真的可以 而且它搭得很漂亮 搭得很漂亮 其實舊業主也有些 taste 也不是亂來的 都漂亮 當然也有下次 不過也算是這樣的 那你那個廚房 有沒有什麼做過? 付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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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到屋頂了 出去看看 我看到你那個 那個屁股 那個屁股是新的 是嗎? 是全新的 之前屁股是有問題的 是 那上面呢? 上面呢? 這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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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樓 那些是否換了新 還是補充? 全部都要換新 即是說 這個廚房 是 廚房 加上 這個廚房 加上 三幅 雅面 全部都換新 全部換新 哇 好厲害啊 那又花了很多錢? 10-11 10-11 雅面 加上 吉他全部換新 吉他都換新 而且他幫我整了 因為裡面有 一些結構問題 一些結構問題 對 那OK 如果你是十千三幅 就合理 我還以為你是 主樓和這個 Stension 是Repair 如果都換完? 其實不是 Repair 是換完 你看到它是新的 我看到手工都不錯 快 做得多久? 是嗎? 很快 其實他開工 我都不知道他開了工 收工都不知道 收工 收工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他收工 幾天就完成了 哦 如果三幅的價錢 速度 我看到手工 都不錯 有多少工人做? 因為其實他做的整個階段 我都不是 剛好整個星期都沒有空 他就是那個星期做 哦 然後我隔壁倫社跟我說過 他說見過有兩個人做的 其實這些呢? 兩至三個人 起碼都兩三個人做 對 三個還是兩個 三個是兩個 哦 你永遠不會見到一個人做的 不會 今天又有話說 謝謝業主 我的意見 以這個樓價 一百多 一百二十 以來 一百二十以來 那就是 因為他的房子 本身呢 其實 我看到 如果讓我自己買到的話 真的很滿意 還有要自己做的事情很好 那麼 你這個樓 就是三個樓 我當你十千 十一千 那你這個式樓 倒一倒一倒一倒 那裡十二千 就當你好嗎 換上地板 多少錢 多少錢 地板加了二次四 二千多 二千四 我當你三千 那裡都是十五千左右 不會超過十五千 十三四千 所以 其實再比十三四千 再比十三四千 已經是 挺正的 是啊 如果我用香港人說 用港幣去想 因為有時候我的思維 會想回港幣 很多時候 就是適合來的人 其實大概八三萬 你當 你當全部加起來 八三萬 八三萬 八三萬是什麼 整間屋家 整東西 全部包 一百三十萬 就是說 買了一間屋之後 然後 就扔錢去裝修 然後 入傢俱 你只是花了一百三十萬港幣 那是家屋未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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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家屋之前 真的很棒 而且這個花園 你基本上不用這樣做 OK 真的不用這樣做 例如你這些假草 你可以去GiY商店 去訂 自己剪 自己鋪下去 很容易 記得買些漂亮些 如果你要鋪上好的假草 不要貪便宜 買漂亮些 漂亮些 那些真的好正 另外 有個建議給你 你這個後面那個閘 當然要去做一下 保安方面有些問題 甚至乎 我覺得這裏有得做 這裏是可以做一個比較堅固的閘 這裏才是主要防盜的閘 後面你沒辦法 因為你平常這麼矮 是吧 曾志偉就跑進來 都是 他進來這裡之後 有些難度 這個閘 這個閘 你儘管花些錢 叫人裝得到 就比較堅固些 甚至乎可以在一道密封式的鐵閘 鐵閘 鐵閘 都可以 貴不貴 貴什麼 貴啊 這個不會太貴 你值得做 這個值得做 可以考慮一下 是啊 這裏門也是 這裏門也是 你看到師傅一起換光 這裏門也是很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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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的 真是恭喜你 馬桃夫人 聽過屋主說 這裏門也是很貴的 因為這裏門也是很貴的 所以他所花的裝修 也不是太驚人 而且屋主本身 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 就是不會喜歡亂花錢的人 我知道他們是 叫做精打勢算 應洗得洗 不應洗就不要洗 所以他們就是 所有師傅 或者用的材料 都是大過價 在網上 看過了review 才決定用什麼師傅 當然 要看你有沒有彩 他們遇到那些師傅 都是好的師傅 他們的價錢也是合理的 收入價錢 最重要的是 製造一塊 剛才你們聽過 開親工 起碼是兩工人 就算是一個熟練的師傅 也一定有一個幫工 避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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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兩個人 一個幫工 除非你是一個很小的工程 如果是一個大工程 一定是多於一個人做事 必定 但是 很不幸 早前 有位網友 向我申訴 為什麼呢 因為我 介紹了一位師傅 給他做助手 之後 他給了一個訊息 他告訴我 這位師傅 叫他來報價 報價 我想問問屋主 屋主 你找這麼多師傅 你有沒有師傅 是說來看報價都要收錢 收回水腳 有沒有 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全部都做完工程之後 才給全數 即是看工程 報價 即是 幫我換門鎖 那位都是 都是 不會收你報價錢 不會的 如果我不可以 他換他便會離開 沒錯 那你的師傅好像也有些 在Cardiff 有Cardiff 有附近 附近有Cardiff 那Cardiff來這裡 都不接近 是嗎 都經常要半個小時 以上 對 或者他也不會收回你有錢 不會 所以我告訴大家 在英國這個國家 如果你找師傅做事 做工程 裝修 的話 報價是永遠不會收錢 永遠不會收錢 那些師傅 如果是不接你這單工程 他簡直不理會你的 是啊 如果是遠的地方 他們都不會接你這單工程 沒錯 而且他來到 即是說他會接你這單工程 他才會離開 可以來就不會收錢 嗯 他收錢 他便會離開 很簡單 其實他是接生意的 沒錯 他沒有理由接生意去收別人的錢 沒錯 那麼那個網友 到底什麼呢 那這位網友 在訊息裡 我的訊息是卡了圖 還在這裏 他說這位師傅 去到他家 之前 說看報價 即是看工程 開口300磅 這位網友是住在卡的 300磅 而這位師傅 就住在花里 OK 很簡單 如果你是師傅 你不接就不接 你接你就接 如果你想做這單生意 你就去看工程報價 那就不要收錢 開口 收300磅 其實我真的沒有聽過 我是從來沒有聽過的 就算你在香港也沒有這個錢 我有一位做工程的朋友 他在香港 他一年 只能報價2、3千塊 他說如果人家收報價費 即是報價收錢 他會發達 他不用做工程 好了 我聽到當然震驚了 我問怎麼搞錯 怎麼會這樣呢 最後呢 竟然 這個所謂師傅 就收了我這位網友 有200磅 最後也有200磅 收了一下 報價而已 看工程的 200磅 那他有值得很多 我不知道 通常都說 很遠 我來這裡看 當然要開車 走來 收到200磅 那這個無良師傅 用什麼值得去收 這兩、三百磅 他說這些是callout 看工程 不是callout 是不的 如果你是緊急維修 或者是一種叫收理服務 例如很簡單 你爆水盒 半夜生僵 或者 那個樓盆流水 半夜生僵 或者落在狗屎的時候 你就打給你的師傅 那師傅可以不接 當然是這麼說 說有沒有搞錯 但是如果 他要來做的 他要做緊急的 可以我來 那就在收理的費用上面 加個callout錢 這些叫callout錢 callout錢 在該及防疫度中 例如你的車貨頭 在保險中 你的車貨的 有人來搶收 他便會叫支付薪金 這便會叫支付薪金 而這個所謂的 師傅 無音說的是 如目運珠 將支付薪金和報價 和交通和報價交通 對嗎? 欺騙了不懂的人 例如香港新移民過來 那些人真的不懂 以为是这个规矩来的 以为是这个规矩来的 但懂得的他就不相信 那没办法 所以就是给他蒙运过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如果有些师傅说 你搞一些叫装修工程 不是违收 紧急违收 他说要收call out的钱 你就可以不用理他了 如果他在Facebook那里有 你可以自己付负贫 直接说这个人骗钱都可以 不要紧急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得清楚 不要那么容易受骗 call out就是call out 工程报价就是工程报价 工程报价是不会有人收钱 记住了 幸好这位网友 有一位亲戚和他一起 在这里看工程 这位亲戚也都在南威尔斯 住了好几十年 所谓叫做老江湖 事后他就跟这位网友说 这个师傅信不过 不老实 不老实 不要光顾他 纵使你给他200磅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你来看工程 都要收人200磅水脚 那你打个价 是否会不会每天 水脚价都打进去呢 那你的工程是否比人贵 是不是很难 那实际上 那网友说他也是比人贵 没错 那他的网友当然 不会只信一个人 只会最蠢最轻的人 才会信一个人 对不对 后来他就找其他师傅报价 当然是 这个无良师傅 报价是最高 就算 他那个亲戚不出声 人家都不会帮你 对不对 我不知道他故意 还是无意 对不对 那他就代了200磅 因为这些生意挺好 所以我曾经跟网友说 以后我都不会再介绍 任何师傅给人 就是这个原因 知人口面不知深 是吧 那片头那一阵 就好像很善良 原来下面那一阵 又臭又烂 又缩又压 又缩又压 所以我奉献大家 找庄三个人 一定要像我这位网友 即是这位网友 精打细算 主要看review 因为现在网上很多平台 都有介绍师傅 介绍师傅 做完之后 今天在他的Facebook 或者哪里 就给他review 做得好 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就做得不好 当然有负贫 你有没有听过 给一个负贫的师傅 对方会报警处理 我亲身经历过 是吧 即是别人帮我做完事 我不满意 我公开说这个师傅 不太好 即是不太老实 要报警 是否很奇怪 世事真是无奇不有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 真是很好笑 如果这样都可以抓人 警察 就很凶忙 没有空 没有空 100万警察都不够做 你做完工程 我不满意 我跟网友说 这个师傅的手工 真的好不够 要交给警察处理 不是吧 不过真实发生了 所以我就是说 要大家网友 一定要晚分小心 晚分小心 一定要像我们 这个聪明的网友 现在便宜 漂亮正快 还有一个可乎 就是 我口中这个无良师傅 一开工 就三两人 做一做一做 只剩一个人 一个人做了些东西 是不是挺好笑 刚才我在网友也说 铺地板 多少天 两天 三个屋 多少天 四天 是吧 一个人做 做多久 做了一年 做了一年 今天就是这样 结束了 希望我这位网友 和他的伙伴 做得开心 做得舒适 快快乐乐 遲些可能我们有入伙 最好忍悦 下次见 记得大家 麻烦你们 subscribe like comment 和我share 最好 可能的 按下小钟 谢谢